老板 你们给他说这边少酷点啊 大家好我是马铁 现在坐标凤胎筑马店 这吃货咱说送过来真是赖之不易 昨天晚上没错路了 跑了十几公里的小路 可怕我吓回了咱说 不过还好咱总算来到了 让我最害怕的还是老板来到 给他上了一课说这 你可盖好鱼不好 那屎里你都得拉走 然后昨天有个四级说这 鱼会赔完 都没够又不理钱 还有一个老谁 你按时说没盖好鱼不够 赔了六万块 不过下雨天 那既然选择拉这个货 那肯定要对货负责任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鱼部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下面也捕了一层 上面盖两层 都是行的 我在这儿一圈全饱完了 这样的话如果再吃了 那真是倒霉了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咱等老板和狗人来到宴湾 看好咱再接鱼部 大这情况也都介绍完了 咱到场等会吧 顺便这回咱找找货 可能有赫水的货家的货 咱就拉 没有的话咱直接就放回家了 因为到家今天 还有的小野物需要办 这不咱又撬腿了 也就是起点多一点 这边狗人食物就来了 或者要把这个场地守着出来 再跟他谢 透一回拉大名 看食物们解饱的速度是挺快 咱们要休息休息了 挑胆头 哦 挑改直接弄断就行了 兄弟妹 咱今天又挑住了 我说咱那块 一秒钟弄不到 直接就打开了 老板说了 这点要最多半小时40分钟就卸完了 我相信也有这个实力 这边没单上睡了 结一步草炼起来 你这生活气氛都是苦 仍然艰辛三分有出路 我没有依靠 也没人帮扶 在这人世中臣服 我没有梦想去追逐 生死有名富贵是天赋 我不曾埋怨 也不曾哭 现在鱼部已经摘好了 早上还棱家上来 现在又一人看了 赶在滚人手 说让他去点按数 我一提前这位偷疼 你就用脱皮上 咱呢 其实吧 点数这个东西 完全就是绕颜子 你毁我 我毁你 看着我是在这点数的 实际上 他要想烧你 你给门 看也看不过来 就快卸完了 再上去看了一下 咱这车厢里面 露的还真不少的 不过让塑料部 全部挡下来了 漂亮 还有最后几十宝就卸完了 然后最急动的环节 也要来临了 正在我手势车厢的时候 我以为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 没想到 哇 少两宝 卸完了 卸着手说的少两宝 装的时候 那零宝都是花 小备让人叉数装的 一般都不会少的 还有装了一个珍贵的 这那大一嘴 差也差不多 上哪装去 老板 你们给他说 这边少酷的 就现在这个事来说吧 货少了 咱驾驶员肯定是要负责任的 让咱回去插错 我说句话 那给没就插不出来 那既然熟了 咱就认倒霉了 跟双方老板沟通一下 结果人家是一步都不让啊 这一趟活可怜呐 算完了 少两宝 一宝一杯散 扣钱2.6 给两本打电话没有用 这只能自己认了 他终于有一个换节出问题了 咱是不可能动它 把这货来这是冤状问题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钟了 也没有喝水货 直接帮我回家吧 拿这趟活 醒后再盖个渔布 就想躲正这 咱们个人的 美羊道 呸里边弯了 对儿没 这里边到底哪一个换节 出问题了 咱就不去细拉了 有可能走 原来那边进口的树 他就出问题了 也有可能就双方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不提了 既然咱回家了 就高高兴 其实我也高兴不起来 奶奶扣钱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明天见 记得关注点赞 支持我